今天我说一个啊 测字的 在哪啊 山东济南府 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 可不是现在的事情 什么年头啊 民国十六七年 就民国十六七年呢 在那摆了个摊 那个时候呢 大军发张宗昌 都鲁 他是那会儿那个 那时候叫什么呀 山东省都办 大军发张宗昌 他在那儿试会 正那试会 这个测字摊 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 他有个外号 外号叫什么呀 叫大不同 说他这个测字 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 大不相同 就那么个意思 这儿有牌子 桌子上写着仨字 大不同 天天在那摆摊 这天呢 正赶上张宗昌出来 带着色马便 张宗昌又个儿大 色马便都是 背着大砍刀 别着盒子枪 后头跟着 张宗昌啊 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 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 进去看看 这说进去看看 马便就过来了 老拿着皮鞭子 这么一轰人 大伙一瞧赶紧 往两边一闪 张宗昌进来了 一看是个测字的 张宗昌一想 百人都轰开了 我要不测个字 显得不好 给我测个字 这一瞧 大高个儿 色马便跟着 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 怎么 他没见过张宗昌 都知道张宗昌 外号叫 那时候叫长腿将军 特别的腿长 有那么个外号 又叫狗肉将军 当初啊 他卖过狗肉 也不认识字 就这么回事情 一看这个 您测个字 您写个字吧 这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 让他往上写个字 他呀 他写什么呀 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 卖狗肉的 一个字不认识 他怎么写呀 可是人让写个字 那怎么着呢 简单的能写 一瓶一腊 写了个人字 写的什么地方呢 人让他往这个 小白瓷砖上写 他没有 这不是这有一牌子 大不同吗 他就在这个 大字旁边 写了个人字 呵 这个册字的 恭恭敬敬的 哎呀 哈哈 原来 您是一位大人 张子上一听 啊 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 把这画 这黄啊 都给了这算卦的 他算卦的 也瞧出来了 色马便 带旁边 啊 带一 带一看他那像 这一说 您是一位大人 他带一说 你你怎么知道 得 准了 册字的跟着就说 啊 哎呀 册出来了 您是一位大人 啊 真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张子上说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您看呢 您 我让您写字 我让您写的 这白 白桌上 您呢 写的这个大字旁边了 大字旁边 写个人字 哎 您是一位大人 对吗 呵 这家伙有两下子 来来来 你来 他让那马便来测字 这马便往前走 张子上小声说 也写人 让他也写人 给我测个字 好好 您写个字吧 这个马便呢 他没敢呢 又在张子上 写的字旁边写 他没敢 他呢 就写在他手上了 也写了个人字 先生 您看吧 测字的这么一看 哎呀 您 您 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 您比不了那位大人 因为您是一位 手下人 张宗昌一听 真灵啊 其实他糊涂啊 他那马便呢 他可不是手下人吗 他在那伺候着张宗昌 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 您是一位手下人 大人的手下人 你怎么知道 您看呢 我让您写个字 您写的手上了 这人字 您走路 您不能老拖着 您得把他放下 这不是手下人吗 嘿 这么个手下人哪 啊 这家伙真灵真灵 一斤 斤斤十块钱 张子昌 给了十块钱 走呗走呗 回去了 回去了 张子昌就说 真这么灵呗 我倒看看 我说 你们啊 打那个监狱里头 弄出一个反罪的人来 判死刑的那个 把他弄出来 我有事 打监牢狱里头 提了一个 判死刑的人出来 到这他过堂 哎 你是愿意死 愿意活呀 谁愿意死啊 啊 大人 我愿意活 愿意活呀 听我的 你们带着他 腿头洗澡 缓食感情一声 喘得阔气点 色麻辩 怎么保着我 你们怎么保着他 让他也去测字去 也写人字 看他怎么样 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 你不是死刑吗 免了 当时就放 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 还是抢壁 哎 是是是 我行 这个人他活了 他能不高兴吗 哼 挺高兴 带着他推头洗澡 换得挺阔气的 色麻辩跟着他 走走走走 到那 人字 听见没有 测人字 就干他测人字 他冥想 这个马辩 要对待囚犯 对待犯人 他 他能像对待张登昌 那么样吗 他可不就 快快快走 快走 走走 虽然穿得挺阔 挺派头 直催他 到这了 我们来了 这马辩这么一让 这个罪犯过来了 给我测个字 哦 您测个字 先得瞧瞧 这一瞧 他心里有谱了 有点什么谱了 一看 这色麻辩 挺眼熟的 好像昨儿来过似的 跟着那位的 又另跟一位来 这位也是大人 一瞧 不对啊 脸上啊 又绿又白 又瘦 面色苍白 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 已经判死刑了 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 一点邪色都没有 他心里就疑心了 现场心里疑心 您写个字吧 马辩冲地 十眼色 就刚刚他测人字 他呢 让他写个字 他没写 他就这么一说 我测个字啊 人 这一说人哪 马辩呢 就往往往他跟前啊 气呼气呼 那意思挺派头的 这个先生一看呢 行了 哈哈 哎呀 这个说您可别恼啊 我看您 不像一位大人 像个犯罪的罪人 这家伙一听就愣了 他这一下愣了 先生更有谱了 色马辫在旁边说 哎 别胡说八道 这是我们大人 什么大人呢 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 并且在这个字里头 已经测出来了 你怎么测出来的 怎么测出来的 也是人字 他没写 他拿嘴里说的 你想想 嘴 嘴者口也 口里头有个人字 这是那个秋饭的秋 嘿嘿 这个甭测了 他就是个秋饭 马辫这么一听 哎 那你啊 别别装着玩了 还跟我们回去吧 还 得 给拉回来了 回来了 跟张文昌这么一说 张文昌一听 呵 这个算卦的太灵了 咱们得给他送块匾 送块匾 送块匾 写字啊 他不会写呀 连他那参谋长 四五个人 研究了三天 这才研究出一个词来 写了四二字 有求必应 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 你想有求必应 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 吹吹打打的 给送去了 哦 这匾一挂上了不得了 这个测字的先生啊 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 天天啊 围着人测字 怎么 张都办测字 给他挂块匾 有求必应 特别灵 老百姓嚷嚷动了 都来测字 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 糟了 在那个济南府 在那个时候啊 当地有三个流氓 恶霸 哥仨 老大老二老三 和成天的打遍街 骂遍相 出茶馆 进饭馆 听戏 看电影 吃饭 都不花钱 哎 瞧着谁的衣裳好 抓过来就穿 就这样 谁也不敢惹 这仨恶霸 这么一瞧 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 哎 老二老三 这测字的 一天挣五六十块钱 济南府钱 都让他挣去了 这不行啊 走 咱们找他麻烦去 咱们找啊 咱们找啊 咱们让他测字 对也说不对 不对更甭说 零也说不零 回头咱们商量商量 想主意 咱们给他砸摊子 打他一顿 咱们抢钱 仨人憋着抢钱去的 好好走走走 老大老二老三来了 到这测字套这 哎 给我测个字 测字先生这么一瞧 啊 哇 一看这三位 好吗 流氓恶霸 看出来了 知道 认识 啊 测字 哪位先测呀 老大说我 给我测 那您写个字吧 写个字 他想找一样东西 随便说一下 哎 就那个吧 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 牧场子里头养着猪 打这牧场子出了一个猪 这老大一直 叫这个 猪 先生这么一瞧 哦 您就测这个字啊 犬游一个褶字 猪 先生心里琢磨 这是流氓 谁也不敢惹 如果测不灵 我这摊子就别摆了 这得想主意 奉承他几句 还得让他灵了 一琢磨他这行为 哎呀 您这个字可好啊 啊 怎么个好法 犬游一褶字 这字念猪 是啊 您这字好 呃 现在呀 不过十点钟 是不是 今天过不了十二点 必然 有人请您吃顿饭 这顿饭 还特别的好 如果要对了 灵了的话 请您给我传名 老大这么一听 怎么着 现在不到十点钟 过不了十二点 有人请我吃饭 好了 等着吧 过十二点看 有人请我吃饭 还得罢了 没人请我吃饭 砸摊子 我可抢羊钱 他憋着抢钱呢 往旁边一站 你来 老二过去了 给我册个字 啊 您册 您写吧 甭写了 也这猪 也这猪 这是诚心找茬啊 简直的 哦 您也这个猪字 犬游一褶字 第二个猪 哎呀 您这字也好 现在也就十点钟 过不了十二点 必然有人 送您一件衣服穿 啊 怎么着 必然有人哪 送您一件衣服穿 过不了十二点吗 过不了十二点 那好了 等着吧 有人送我衣服 还咋罢了 没人送我衣裳 回头 砸摊子 抢羊钱 他往旁边一站 你来 老三 把帽子扣到后脑勺上 大嘴叉一撇 没有耳朵挡着 能撇到后脑勺上去 晃晃悠悠 诗子 啊 诗子 您写吧 甭写了 猪 先生一听 怎么这三位 一个庙里排出来的 都是这猪 先生也有点生气了 啊 也是猪 您这字也好 现在十点钟 老三说 甭乱下说了 我听你说吧 现在十点钟 过不了十二点 有人请我吃饭 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 有人请我看电影 有人请我洗澡 对吗 都不对 那么怎么样啊 过不了十二点呢 有人揍你一顿 有人揍我一顿 保险这顿揍还不轻 老三这个气呀 好了好了 甭废话了 过十二点桥 有人揍我 还得罢了 没人揍我 我来揍你 你这不是剑骨头吗 这不是 走走走走走 哥儿仨走了 走着呢 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 老二老三 你说这个测词的灵不灵 老二说 这灵什么呀 这这 别听那套 咱不信这个 灵不了 正说这灵不了呢 对过来了一个人 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 这 哦 这是他们街坊 经常的净赌钱 上回还短我钱呢 这小子 嘿 你干嘛去 这家伙 今儿个赢了钱了 一看见 呵 大流氓 哎呦 大爷您好啊 哎呦 我我我干嘛去 我我找您 找我干嘛啊 我找您 我我我 我请您吃个便饭 走走走走 我请您吃饭 我请您吃饭 让他饭馆里去了 这老二这么一瞧 呦 这测字测的灵啊 哎 真有人请吃饭了啊 哎行 有点意思 老三 灵 老三说灵什么呀 咱们弟兄这个交往 有人请咱们吃顿饭 还算回事啊 有人送你衣裳穿 谁送给你啊 正说着呢 对面来了一个人 过来呢 就给这个老二鞠躬 呵 哎呦 您好啊 我呀最近打上海来 上海您有个朋友 王明珍 临走的时候 在您这儿拿的路费 他呀 给您做了一个礼服 您的马罐 让我给烧回来 我呢正找不着 您在哪住呢 您您您您 您试试吧 正拖着一马罐 老二呢 拿过来一抖了 一穿 呦 正合适 好好好 谢谢谢谢 那人走了 老二就跟老三说 哎 老三呢 嗯 你可盯着你这顿奏啊 老三说 怎么了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干零了 有人请大哥吃饭 这个 咱们弟兄交碗宽 吃饭没什么 你说怎么那么巧 就有人送我这马罐穿呢 嗯 你你琢磨你你你你你 你这顿奏还躲得过去啊 刘神 依我说咱们赶快家去 这老三信了不就完了吗 老三呢不但不信 横打鼻梁 听这话到火了 什么 打我 嘿嘿 吹了 济南府不打听打听 天上王打地上王二 我就是那王老三 打我 谁敢打我 我是谁 横打鼻梁 你往前走着好好的 你可往后退什么呀 他往后退 谁敢打我 我是谁 刚退了两步 行了 正敢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 出来买东西 新鲜的一双段鞋 她整踩上一脚 姨太太这么一推她 她也没回头瞧瞧 呱给个大嘴巴 旁边色马辫能饶她呀 都递了皮辫子呢 叮叮五四 这把手枪摘下来 枪拖子 叮叮五四得 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 脑袋起了好几个大嘎的 还打一大窟窿 这是赶到了下午呢 各仨呢 又都聚会的一块了 聚会的一块 老大说 老二老三 今儿这顿饭吃得还真不错 吃了八块四毛钱 这顿挺好 老二说 是啊 大哥 您这顿饭吃得不错啊 您看我这马罐怎么样 纯粹 老荣泰 李弗尼 怎么样 老三说行了 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 说你你不听吗 人家送我马罐 我让你注医 我注什么医啊 我 我甭注医了 人家先生灵 灵啊 不信那套 走 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 老大说我们不去 人家侧字 没应验 不灵 咱们能找人家 已经应验了 灵了 你找人家 你跟人说什么呀 老三说说什么 我当然有的说了 您琢磨琢磨 比如说咱们哥仨呀 写了仨字三样 他给测成三样啊 可以行 咱们都是写的那一个字 怎么会测出三样来 您吃饭 二哥穿衣裳 我挨揍 嗯 这不对 走咱们找他去 老大一听 对呀 哎行 有理由 走走走 个儿杀去了 到这儿的这测字先生 快收摊了 老三过来 别别别收 找你来了 呦 早晨那三位 啊 赶紧问头一个那个 一问这个老大 怎么样 您测这字零吗 老大说 老大说 零了 有人请我吃顿饭 八块多 那就行了 这位您怎么样啊 老二说 这马罐 人送我的 这位 您怎么样啊 老三说 你还瞧不见吗 你 废着个花 看见没有 七个嘎嘎的 脑袋这儿还一窟窿 真挨了揍了 挨了 怎么样吧 那您还找我干嘛呀 找你干嘛 当然要找你 比方说呀 母哥仨呀 写了仨字三样 我们都写的是这 猪字 凭什么 有人请我大哥吃饭 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 为什么我就该揍啊 说 先生一笑 这当然有道理 没有理 能行吗 您大哥 头一个写这猪字 为什么测字测出来 有人请他吃饭呢 头一个写猪啊 这叫肥猪拱门 这个猪啊 去拱门去了 猪这么一拱门 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 哟 这猪拱门来了 好不得呢 这猪不能拱门呢 哦 一定是饿了 给来点豆腐渣吧 必然有人请吃顿饭 老大一听 哟我成猪了感情 那不对啊 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 先生说对啊 第二个名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 这个肥猪二次拱门 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 哟 刚添完了猪食啊 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 哦 天凉了 冷了 给弄点稻草铺上吧 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 那不对啊 我怎么还揍啊 先生说是啊 他吃饱了喝足了 你又来拱门 还不揍你等什么呀